我们过去一系列来,我们今天讲到第五个系列 我答应你上个星期我说,我会留这个星期会讲更多关于基督的心意 讲到我们这个,在还没跟你分享之前,我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天五岁大的孩子,晚饭过后,跑来问爸爸,问一个生命很重要的问题 他问,爸爸我是怎样生出来的?爸爸就觉得说这个问题不好答 他就把这个问题推给妈妈,你去问妈妈,妈妈就会告诉你了 那妈妈看着小儿子来问这个问题,他也不好意思回答,又怕回答错 然后他就跟他的孩子讲,孩子妈妈在洗碗很忙,你去问你爸爸吧 爸爸,爸爸又要索太极的时候,那小孩子已经不耐烦说 你们到底能不能告诉我真正我是怎样来的? 那爸爸,于是爸爸就这样说 爸爸是把几粒种子放在家的那个地毯里面呢? 几个月后你就生出来了 小孩子没有怀疑,就如法是般的,就拿几个种子放在地毯里面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经过几个月过后,他一天心血来潮响起 几个月前我曾经把种子放在地毯里面 然后他就走到地毯那边,卸开那个地毯来看 忽然间那几粒的种子已经不见了,变成了几只的蟑螂 然后他就说,别乱跑,孩子过来给爸爸抱 给爸爸抱 所以当我们的信仰有不正确的观念而不正确的想法的时候呢 他会引导我们走错的方向 也引导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所误解而有误会 所以呢,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系列的在基督里的这个系列的讲道很重要 上个星期我说,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来联合 你的生命一定要跟耶稣基督有产生关系 要不然你来教会,只是来教会而已 你的生命被上帝来改变,被上帝来逃遭 不取决于你来教会有多久 还是你去教会有多少次 取决你的生命敞开,愿意让耶稣来在你的身上来做工 所以你必须要跟基督一起联合 Union with God Union with Christ 很多人没有跟基督联合 他只是混合 我今天没有拿 混合就是 它没有联合 所以当你把绿豆和红豆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叫混合 就算你把它参在一起了 你看到呢,只是红豆和绿豆 你的人看到红豆是红豆,绿豆是绿豆 生命没有参在一起,没有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联合的生命 联合生命就必须我们就必须脱去我们的救我 我们救我的生命,我们救我的本性 很多人可以,很多人做了这一部分 很多人信仰耶稣他把救我,救的衣服脱去了 可是很多人没有穿上行衣 很多人没有穿上这件衣服 所以呢,我说 很多人信耶稣啊,是裸奔的 是侧身入体的,没有穿衣服的 在灵性上,在属灵里面呢 他们是没有穿衣服的 有人没有穿衣服在街上走吗 这是一个很怪的事情来的 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呢 常常确实有人不穿衣服的 就这样出街了 今天我们来看 就延续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 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我读圣经中文和合本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 恩慈,圈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以外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得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昭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诵词 临歌彼此教导 父相欠倦 心被感恩 冲歌颂神 十七节 无论做什么 过说什么 过说话 过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第十八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次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古代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是因为这是主所许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是了志气 二十一二十二节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欢喜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神 二十三节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给主做 不是给人做 二十四节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 基业为赏事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 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 必受 不义的报应 主并 主并不偏待人 阿们 让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把这个时间 交在你的身手里面 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主啊 你高默 你的仆人和讲台 让我释放你的话语 天上的麻 让他们能够得以保足 让他们灵性 能够坚强 让他们能够领受 神啊 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 在他们生活和生命当中 主啊 把这个时间叫你身手里 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讲到 我们跟基督联合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有 基督的生命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 我们在这个 第三章 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呢 我们会分成四个部分 基督的生命力 发生在哪一个部分呢 第一 我们来看 我们 要基督的生命力呢 发生在你的品格上 圣经讲 所以你们 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 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其实 这个存呢 在希腊言文呢 就是穿的意思 穿上的意思 希腊言文叫做 Andio 大家讲Andio 就是说 要穿上 怜悯的心 心是怎样穿上 这个穿呢 有特别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穿 就是表示 你本身 本来没有的 所以你要穿 然后穿 是要穿上去 给人家看的衣服 外面 外面可以看得到 原来 一个人要有怜悯的心 不只是藏在心里面 而且要 展露出来 这个怜悯的心 Amen 所以呢 耶稣 这里呢 保罗 告诉我们呢 我们信主耶稣之后呢 我们要穿上新衣 穿上什么新衣 第一 要穿上 怜悯的衣 一位牧师 什么是怜悯 以前我们的生活 都是充满自己 是一个自私的生命 但自从我们 接受主了以后呢 生命不是再像以前 救我的生命 乃是新的生命 是舍己的生命 怜悯是讲 内心情感表现出来的 一个元素 要讲怜悯 我们必须讲 什么不是怜悯 怜悯不是同情 怜悯不是可怜 来大家讲 怜悯不是同情 怜悯不是可怜 当你走到一个街边 看到一个乞丐 他很可怜 衣服破烂 然后没有饭吃 你说 哎呀真可怜 给你两毛钱 这叫可怜 但是怜悯不一样 耶稣有怜悯的心 耶稣有一次在讲道 在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 很多人来听他讲道 耶稣动了慈心 圣经讲 他动了怜悯的心 他说 这些人因为听我的道 而没有东西吃 然后就叫门徒说 门徒啊你去给他们吃 门徒说什么 门徒说 我们只有五饼二鱼 怎么够喂养这些五千人呢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耶稣想尽办法去帮助这些人 同情不一样 同情我能够做得到 同情我方便的时候才做 不方便 哎呦我这时候不方便 我很忙 这叫同情 怜悯不一样 怜悯不管你方不方便 你能不能够你想办法要去帮 所以兄弟妹 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习有怜悯的心 像耶稣一样 有怜悯的心 第二 圣经讲我们要有恩慈 恩慈是一种对别人的态度 恩慈在希腊言文叫做 Castos test 很难读啊 Castos test 意思是说 和善 恩慈 恩慈 政治的意思 政治的意思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在什么方面 我们要表现我们的恩慈呢 第一 当我们要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这就是恩慈 这就是恩慈 来大家讲 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兄姐妹 我们不只是要恩待那些 对我们有恩的人 对我们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这种不是叫恩慈 这种只叫报恩 人家对你好 你又对他好 这种叫报恩 这种叫是很自然的 这是应该的 神要我们在生活上操练 像他一样 以恩慈来对待那些不义的人 忘恩负义的人 不单单要原谅 还要用恩慈来对他们 圣经说 多处要说要忍 要饶恕 然后用恩慈来待他们 如果有人出卖了我们 在神义上也好 在性欲上也好 在情感上也好 他的所作所为 都叫我们心如刀割 对我们不忍不义 像这样的人 我们还要用恩来恩待他 第二 我们怎样去表现 我们有恩慈的心呢 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大家讲 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不管他是谁 认不认识 甚至是我们的敌人 是他最需要 让我们学习 什么叫做 雪中送汉 这是基督徒 应该要有的属灵气质 恩慈是一颗 纯正的心 在他最需要的时刻 无论他是谁 当他需要时 我们给他帮助 第三 我们怎么表现 我们有恩慈呢 去顾忌别人的感受 大家讲 顾忌别人的感受 一个有恩慈的人呢 是一个不是尖酸刻薄的人 恩慈不会逼人家 逼到死角去 恩慈是设身处地的 替别人着想 这叫恩慈 第三 我们要有什么呢 我们要有 谦虚 谦虚呢 是对自己的看法 大家讲 对自己的看法 要讲谦虚 我们讲他的反义词 谦虚的反义词是什么 什么 骄傲 那请问什么是骄傲 什么叫骄傲 骄傲是一种自满 只是一位 目中无人的自私态度 那 有几个要素 一个骄傲的人 第一 自满 什么是自满 自满就是说 我自己做 我不需要你 我不需要人 我的 我自己来 这叫自满 然后有一句叫 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就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叫目中无人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有一种人呢 他是好的 他可以帮助别人 可是他要人 当人家要offer他 要帮助人家 帮助他 哎呦不要 我不需要你 这种也是一种骄傲 能给人 给啊 圣经讲说 给 是比受 更为有福吗 对不对 你能给是一个福气 但是你不能 你懂不懂得 学习 接受别人 对你的好意和好处啊 这也是一种 一个缺陷 一个品质的缺陷 因为我们不能够谦卑 所以要学习给 和人家给你的 给你 offer你的时候 你要懂得接受 OK 然后 什么是谦卑 我们来讲 什么不是谦卑 你就知道什么是谦卑了 谦卑不是什么事 都是鞠躬 气息 哎呀 出来啊 我的错啊 对不起 哎呀呀 sorry啊 这样不一定是这样的 OK 然后谦卑不是 认为我有多么谦卑 常常讲 哎呀我是一个很谦卑的 你就是不谦卑了啦 啊 啊 我其实我不很谦卑的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其实你就不是一个 很谦卑的人了 然后谦卑不是涵养 涵养是 中国人一种的 一个 一个信念 涵养很不好的 呃 我怎样说 当人家称赞 你的孩子 哎 哎 啊 某某人 你的孩子很乖哦 你的孩子很棒 很聪明 哎呀不是啦 没有啦 没有啦 我的孩子笨得要死 你真的骂他 孩子笨看 他跟你翻脸啦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涵养 假意的 假意的虚 假意的虚 假意的谦虚 啊 当一天你听到 哎 姐妹今天你穿的衣服很漂亮 哎 不是啦 不是啦 啊 随便穿而已啦 随便穿而已啦 随便穿你穿睡衣来啦 哎 他不能 真正的谦卑 是正视我的弱点 满足于我的地位 满足于神 创造我的高矮肥瘦 满足于神 创造我的性别 满足于神 让我活在 生在这样的家庭 满足于神 给我这样的智商 满足于神 给我一切的恩典 这叫谦卑 我活到37岁 我已经不在乎 我长得怎么样的胖 啊 人家说 牧师啊 你的身体 越来越像 人肉的讲台 以后放圣经 就不用讲台 放圣经在你的肚子上就可以了 人已经三十多岁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做 我忘记了 叫什么 就是那个消化 和那个 已经太慢了 来不及了 因为进的太多 出的太少了 所以就这样的研究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很在意我的眼睛 因为我笑起来 我眼睛好像一条线这样 很多人以为说 哎呀 牧师你笑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我们的嘛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 这也有一点好处 当我在笑的时候 其实以为他 很多人以为我看不到 其实我看到很多东西 这也是一种的伪装 厉害啊 当地创造我有一个独特的笑容 独特的眼睛 你要眼睛秘密像我这样 你以为要做荣业 你做做看 所以你要接受上帝给你的 有些人不能接受 哎呀 为什么上帝做我皮脂这么大 为什么上帝做我这么矮 为什么上帝做我这么样 前辈也是能够接受 那个创造的主 把你造成这样 你要相信 上帝造你是 奇妙可畏的 你是独特的 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个的庙林 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个的美华 因为你们是独特的 你们是独特的 上帝创造你们是独特的 阿们 我们接下来 就算你们是弄到双胞胎 上帝他也有他独特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OK 真正的谦卑呢 是不看自己 什么时候你不看自己的时候呢 这就是谦卑了 那 那 我不看自己 我要看谁啊 你很好 我问得很好 当你不看自己的时候 你要仰望耶稣 你要看着耶稣 你就能够谦卑了 当你很在意人家 你还活在别人的评价 评价里面呢 人家的批评里面呢 你很在意人家 怎么看你的时候啊 其实你还学不到 什么叫真正的谦卑 一个真正有谦卑的人呢 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我不会 第二 他也不会跟别人来做比较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很容易跌倒的 我们是跌倒的候选人 我们是败坏的候选人 有没有谦卑 我们做一个experiment 哎呀我忘记带我照片来 不好意思 当你拿一个照片 拿一张照片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 集体一个团体照 有三十个人 四十个人一起拍照 请问 你看那张照片的时候 你先看 你第一眼看到 是先看谁 自己咯 所以你看我们要学习多么的谦卑 我们的本性啊 就是不谦卑的 我们先是看自己 不看别人的 我不看 哎呀美活在那里啊 美活在那里啊 谁在那里 不是 先都是看自己的 我在那里 哇站得这样 哎呦拍得这样不美 对吗 这就是谦卑 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温度计量量量量量我们 有些人喜欢看别人不顺眼 看别人不顺眼呢 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OK 来大家讲 不要看别人不顺眼 看别人不顺眼呢 是你自己的修养不够 有些人呢 喜欢跟别人比较 因为妒忌呢 就是不喜欢看别人比他好 然后呢 就爱做比较 其实你 其实你很容易知道 你有没有谦卑啊 如果你常常 参在跟一个人 参一大班的人 过得你 你一个 有参一个朋友呢 人家总是称赞他 而没有称赞你的 称赞你的 这样的情况下 不是一次两次 常常这样呢 就能够看到你谦不谦卑 你的感受怎么样 你会为他高兴 还是妒忌他 为什么每次都是称赞他 为什么没人看到我的 这就是能够查验 你有没有真正谦卑了 结果 更聪明的人 怎样做 更聪明的人 就从此以后 不参他了 比他差的人 所以他又学不到谦卑了 谦卑是要学习的 所以很多人呢 常常是没有穿 谦卑的衣服的 Amen 所以这些年来 我学 我不敢说 我已经很谦卑 我学习谦卑 我愿意做在 幕后的工作 我愿意 我为了 只看到一样东西 如果我能够完成 上帝的心意 能够完成上帝的 国度 完成上帝旨意 谁做那件事情 都无所谓 真的是一个 要学的一个功课 Amen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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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是为别人着想 不单单 只是想到自己 温柔 请问有没有温柔 我们先要讲温柔 我们再讲什么不是温柔 其实我有讲过了 对吗 你有上我圣灵的国子里面 我有讲过 温柔不是没落 不是胆怯 不是妥协 哎呀 怕是 不是那种 如果这样的话 从牧师身上 你全全找不到温柔 如果温柔要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我绝对没有 我不像 我也没有 温柔不是怎么样 温柔不是必权 是处于勉强 或者因为厉害的关系 温柔不是外在的淹饰 人为的努力 或者是一种人的行业 刚才我讲的 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来我们又来做一个experiment 你怎样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小姐姐妹们 温柔对你们很重要的 你怎样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当你面对别人的批评和挑衅的时候 就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哎呀你讲到这么样 为什么讲到这么样 如果你有温柔的人 你不会理他 没有温柔的人 持有持你 你讲我这样 对吗 当你被别人误解和淹忘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你有没有温柔了 当别人误会你和误解你 你会这样 都不是我 不是我做的 你的反应就出来了 你的温柔就跑掉了 对吗 温柔 温柔不是每天做出来的 不是伪装出来的 有没有温柔啊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情况里面呢 就能看出你有没有温柔了 然后当别人 一再犯同样的错的时候 一直这样的对待你 做错的事情 这样对你的时候 就能展现你有没有温柔了 温柔在希腊言文叫Protest 大家讲Protest 那我这里有超到一句 有人家形容温柔啊 其实很好啊 我读给你听啊 他说温柔是一种宁静的勇气 温柔是一种受调教来服侍的力量 温柔是柔软之心 伸出来坚毅的力量 温柔是坚定的信念 披上君子的风度 温柔是将我们的权力交给神 让他透过我们显出他的平安和大能 我写得太好了 请问你有没有温柔 所以 圣经说我们要披上温柔 最后 忍耐 忍耐是什么 忍耐是忍受痛苦的 请大家 这种痛苦明显处于别人的过失 过着故意的伤害 我们仍然不发怒 不记恨 不报仇 请大家跟我讲 忍耐不是强忍 忍耐不是妥善 忍耐不是视而不见 忍耐不是压抑自己 忍耐不是压抑自己 这些都不是忍耐 不是我当都没看见 装都没看见 不是强忍也不是妥协 什么是忍耐呢 原来呢 忍耐在这里 原文叫做 意思说 坚忍压力之等候 坚忍压力之下 不放弃 愿意等候 能接受自己的期限 和神的应许 延后 视线 忍耐的意思是说 我愿意放下我的愿望和想法 让神照他的时间来成就 忍耐也表示 我能心平气和 接受神对我的安排 即使神不给我 我也能平和地接受 忍耐需要内心平静安稳 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压力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坚持下去 却能平静地接受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到 这是住见养成的 忍耐不是讲 讲有就有一次过的 忍耐 第二 什么是忍耐 忍耐就是不给神定时间 大家讲忍耐 就是不是给神定时间 我等了三十天 你给神 献一个最后的期限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我给神三十天了了 三十天没有 没有怎样做 就表示我可以 随便乱做 这就是没有忍耐 主啊 我要求你做一样事情 如果你三天里面 过了三十天里面 如果你没有做 我就走我的路了 当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为什么我这么久 我的病还不能好 我不能等了 我不要这样的方式 我用别的方式 这就表示你没有忍耐的心 忍耐 需要等候 最后 有了这些东西 圣经讲 我们继续看 有了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有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权的 如果你有忍耐 有温柔 有节制 有这些 之后呢 如果你没有爱心呢 都没有用 因为呢 爱心呢 爱呢 是联络这些东西 一起的 就好像你穿的项面 项面是一粒一粒 把它穿起来的 所以呢 爱呢 就把这些忍耐啦 温柔啊 所有的元素 联合起来 才能一个 那个生命 才能够彰显 然后 你也知道 圣经有讲 我们整个信仰 就说 我们基督的信仰 有望 有爱 有信 有望 有爱 其中这三样 最大的就是爱 哥林多全书 第三章第三节 就说 最大的是爱 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 我们有信 忘爱 有信 有望 有爱 而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 有问吗 有时候读圣经 不要只是读而已 为什么爱最大呢 整个基督的信仰 是建立在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你的信仰 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看不到神的 神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神像给我们拜的 我们必须 凭信心 去相信他 我们没有看见他 却凭信心 相信他 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有信 就是这么样 可是一天 我们会回到天堂 对吗 回到天堂的时候 我们还有 会不会见到耶稣 会 我们会跟耶稣 一起相见 当我们跟耶稣 一起相见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 有信心了 因为你 所有东西 你都看得到了 盼望 希望 在我们人世间 所有一切的东西 在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希望 充满的希望 我们需要耶稣 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有这种盼望 人活着没有盼望 就很糟糕 所以很多自杀 从楼上跳下来的人 他们选择自杀 就是因为他们 失去了盼望 所以人 必须要有信 人必须要有盼望 活在这世上 可是你回到天堂的时候 遇见耶稣的时候 这些的盼望 耶稣都为你 所有你所愿的 你所盼望的东西 都满足了 请问 你回到天堂 还需不需要有爱啊 你回到天堂 依然需要有爱 你要用全心全意 尽心尽意的爱神 所以 这边讲 爱是最大的 爱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回到天堂 还是需要有爱 你回到天堂 不一定需要有信心 你回到天堂 不一定需要有盼望 但是 爱 是最大的 因为 你还是要用这样的爱 来爱耶稣 阿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 把你的生命 建立在态度上 什么态度呢 一个感恩的心 我相信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兄弟妹 是一个 圣灵控制的人 的特点呢 就是他有不断 持续的感谢而赞美 这个持续 不断的感恩 赞美呢 代表你是 圣灵充满 圣灵控制的一个人 怎样知道 你圣灵充满呢 没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证明 你是圣灵充满的一个人 除非 从你的身上 从你的生活上 从你的行为 原理上呢 常常看到你 常常感谢而赞美 不要忘记 保罗在写 《哥罗西书》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在监牢里面 他为了传福音 传讲耶稣 而被捉放在监狱里面 其实他有一百个借口 一百个不开心的借口 但是他只需要一个赞美 感恩的理由 所以他就写着封信 还一个已经被人 关在监牢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 好开心的事情了 他还鼓励人家 你们要常常感谢 你们要常常感恩 这就是保罗高尚生命的一个言口 感谢赞美 有一次 保罗在菲利比传福音的时候 被捉放在监狱里面 圣经讲 《十六行传》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说 月在半夜 保罗和希腊 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策而听 然 忽然 地大整栋 省至监牢的地基 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 你看你的感谢和你的赞美 是多么有人力 当保罗接着在监狱里面 没有事情做 他不是在那边埋怨 怨天游人 可是他充满着赞美 在半夜的时候 圣经讲 他唱歌赞美神 赞美到一个程度呢 天 那个 监牢的门 都打开了 那些被捆锁的人 也松开了 请问 今天你的敬拜赞美 有没有流汗 如果你今天 敬拜赞美 敬拜到没有流汗的 不够 人家在监狱里面 也是半夜 都在敬拜赞美神 你要有能力 你要有上帝的能力和见证发生在你身上吗 学习赞美神 学习在每一件事上赞美神 我星期五 准备好了这份奖章 我就回去 回去 那个 那里呢 回去到我的家 其实我 教会和 我的家 只是走路需要十分钟 就可以到了 OK 可是那一天 我们 大巴士 大巴士 过去 大巴士 大巴士回家 呃 我等了大概 二十分钟的 二十分钟的 的巴士 坐巴士回到家里面 第一件事情发现到 我家里的锁石放在教会那边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样 你可能会 你只在埋怨 结果 我又从我的家 大巴士回来教会 拿锁石又大巴士回家 我一路上 我感谢神 我一路上 赞美神 你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吗 因为 这是你自己的愚蠢 和你自己的不小心 和你自己的 的疏忽来的 所以你要学习 学习 赞美 在你的生活上 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当你遇到那些 一些 状况的时候 你要学习 感谢和赞美 其实 每次来我家 有三个巴士可以坐 二零一 二零二 二零四 但是直接来到教会呢 停在教会门口的是二零四 所以每次我在等巴士的时候 我会这样做 感谢神给我二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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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心里面感谢 一直感谢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公义的 通常上帝都给我等到二零四 第一两巴士来就是二零四 所以你要学习 感谢 才学习赞美 因为上帝 是要我们 懂得感恩 赞美的 Amen 我要让你知道 几样东西 为什么一个人会 逝去 或者 什么东西拦住了一个感恩的心呢 第一 怀疑 怀疑神 对上帝的质疑 质疑神的智慧 质疑神的爱 质疑神的货疑 质疑上帝的不变性 质疑神的力量 你不感激 因为你不相信神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只要你生活上没有感恩 没有感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当我们放弃感恩的心 你所处的环境中 你就是得罪上帝 因为你怀疑上帝 你不能相信上帝和他的应许 换句话说 一个没有感恩的心 等于你在亵渎上帝 很严重哦 对啊 当你没有感恩的时候 其实你在亵渎上帝 你在得罪了上帝 所以兄弟妹 让我们学习来感恩 让我们学习不要埋怨 让我们学习不要 一些状态 罢了我们就 失去了信心 第二 什么拦住你感恩的心呢 自私 自私 一个自私的人 会说 我不在乎 神啊 你的旨意是什么 我要 我想要 我要的 我想做上帝 我想做主 我要做我的选择 当你只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呢 你就拦住上帝的感恩 拦住感恩的心 第三 什么拦住 一个感恩的心呢 就是一个 世俗化 爱世界的心 你满脑子充满的 都是你朋友啊 享乐啦 物质啦 财富啊 和精神的地位 上帝和基督 不能满足你的心 当你充满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的心 被充满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够感恩的心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 感恩的心呢 是必须被教导 和被欠借的 如果你不从小小的事上 感谢和赞美 你不会在大事上 感恩和赞美 感恩的心 必须操练的 必须训练的 要不然 你 你会 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把神 跑弃了 有一个汪洋大道 被判死刑 在被判死刑 的前一刻 他的母亲 要求 见他最后一面 可是这个 汪洋大道 死都不要 见他母亲的 最后一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恨他母亲 因为他在 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呢 有第一次 偷人家的 五块钱的时候 他的妈妈 没有教导他 没有拦住他 因为他的妈妈 不教导他 偷东西是错的 导致到他 今天成为 一个汪洋大道 所以他恨 他不见 他的父亲 不见 他母亲 最后一面 所以说 你也没 所以你要学习 常常感谢 常常感恩 当你感恩 赞美的时候呢 能力就来了 上帝就在 你身上做功了 第三 生命 发生在 家庭身上 家庭身上 这些 为什么 上帝要把 人力赐给你 要你 把基督的 生命力 彰显在 你的家庭里面呢 为什么家庭 那么重要呢 因为呢 家庭呢 是一个 你 你品德 你品性的 学校来的 Family Family life is a school of character 有一句话说 今天主怎样看 一个夫妻关系 保罗说 妻子要顺服 丈夫 来大家讲 妻子要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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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很 convincing一样啊 来再一次 妻子要顺服 妻子要顺服 怎样顺服 拳打脚踢 骂你 替你 替你两脚 也要顺服 所以 圣经讲 在主里面 顺服 一切没有在主里面的 的顺服 都是错的 今天 你的老公 叫你说 今天不用去教会 陪我吃早餐 不用读圣经 不用祷告 不许你 这些都不在主里面 你要顺服 在主里面 然后呢 保罗没有停在那里 保罗说 丈夫要爱妻子 大家讲 丈夫要爱妻子 然后圣经说 不可苦待他们 在苦待 在希腊言文呢 叫 大家讲 意思说 使他痛苦难受 使他恼怒 被忌怒 引起不愉快 使悲伤苦恼 简单 今天的话就是说 不要 让他不爽 其实换句话说呢 你要让你的老婆 爽 爽 简单的话 今天简白话来讲 让他爽 今天 纵观很多的夫妻关系 很多的两性问题 出现在哪里呢 都出现在 一个字 自私 都讲说 你先爱我啦 爱我 我就顺服你 你都没有爱我 妻子讲 那丈夫又讲 你要顺服啦 你顺服我就爱你 所以永远都得不到 每个人都很自私 丈夫也很自私 妻子也很自私 你爱我 我就顺服你 你顺服我 我就爱你 所以永远做不到 可是圣经讲 这样的夫妻关系 是不相宜的 原来 神要我们 在夫妻关系的时候呢 是我们 不管你是丈夫也好 你是妻子也好 你要学习 先爱 先给 先顺服 你就能得到 你丈夫的爱 你就能得到 你的妻子的顺服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主怎样看 亲子关系呢 圣经讲 儿女凡事要听从 来大家讲 儿女要凡事听从 这是主所喜业的 对 这是主所喜业的 在喜业呢 在喜业希腊言文叫 You are a talk You are a talk 是说 喜业看到的 或很开心看到的 可以接受的 圣经讲 做儿女的 我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 现在的孩子 我也做过年轻人 我年轻的时候 也很叛逆 所以我就知道 做一个孩子 是怎么样的情况 通常 听从 凡事听从呢 这个问题 是有点大 通常年轻人 是会这样讲 能听就听啦 没能听就听啦 能听就听啦 不能听就怎样听从 对吗 但是圣经讲 凡事听从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 听从父母的话呢 因为 这是主所喜业的 这是主喜欢看见到的 接下来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 扭 扭 你的气 然后呢 恐怕他们失了 志气 在希腊英文 志气叫做 阿多美 阿多美 一人说 使到他 沮丧灰心 使到他 气馁 使到他 伤心 失智 所以 如果每一个人 在 让耶稣基督 在他的家庭里面 彰显基督的 能力 这家庭 哪里会 有问题呢 家庭 哪里会有 那么多的 悲剧呢 我常常讲 我以前讲过 今天还是在讲 家 不是讲 道理的地方 跟旁边讲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难怪你在家里 讲道理 永远讲不对的 因为家 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 是讲爱的地方 我都没有错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不对 永远都不会 有一个结论的 家是讲爱的地方 家是讲 是给爱的地方 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阿们 所以呢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 在家庭里面 有这样的态度呢 因为 因为 如果你在家里 都连家人都称赞你 都说你很棒 你真的是很棒 因为呢 你在 没有一个人 在家里是 伪装的 因为家里是 最不用伪装的 地方来的 连家人啊 父母亲 还是你的兄弟姐妹 都称赞你 You are my good brother 是吗 是吗 你真的是good brother了 Amen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 时间问题 工作上 生命在工作上 每一个我们 我们都是出来 打工的人 基督应该有 怎样的工作态度呢 这里讲 我们要听从 我们要听从 我们的老板 听从 在言文叫做 欧阿 口欧 欧阿 口欧 意思说 不只是听 而且要注意听 听了要 服仇 保罗 保罗这里 告诉我们 告诉基督徒 保持这样的 工作态度 不管你的老板 是一个坏的老板 还是好的老板 你的老板 是一个 有良心的老板 还是胡良的老板 因为 最终 我们最大的老板 是 主 主基督 最终 我们的大老板 我们的真正老板 是耶稣本身 他一定 回报我们 赏识我们 当我们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所以呢 今天 你要穿上 耶稣基督里面 为你准备的新衣 第一 你必须要有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展现在你的品格上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展现在你的态度上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展现在你的家庭上 让耶稣基督的利 展现在你的工作上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